在设计的问题上面 我们想讲讲 最近的这些设计州的情况 中国大陆的这个设计州呢 每年的这个开放时间 集中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 因为这两个月呢 天气特别好 南方和北方的天气差异很大 那个设计州的举办情况也不太一样 我们严格的来说 中国主要最有影响的设计州呢 都不在南方 南方有一个深圳的平面设计师 在中国的展览 这个展览好像是两年举办一次 在中国算是平面设计 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展览 那么也曾经中国文化部 去支持在深圳举办过一个 中国工业设计展 那个在三年或者四年以前 在深圳的观察乐美术馆举办 但是那个展览呢 由于它那个场地和市区还是比较远 第二个宣传力度不足 所以那个展览呢 也不是说太受到人的关注 也挺费力的 因为它那个几个展规之间 还相当有一段距离 一个在市民中心 一个在内部 所以呢 现在来来去去的呢 都还是北京的这个 中国北京设计大展 每年举办一次 背景是两个机构 一个是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来协助这个展览 另外一个就是 北京的一个广告公司 叫哥华广告公司 而哥华广告公司 它的背景是一个 北京市的政府的广告公司 就承担了重要的政府的 这些设计的任务 那么所以这是有官方背景的 这么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已经连续做了 大概有上十年了吧 我想如果我参加评委的话 也都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这个展览呢也举办 第一个就是北京设计州 这个展览 它能够在一个 非常敏感的地方举行 就说明了 官方背景可生了得 它举办的开幕式的位置 是在那个千年 这个千禧世纪谈 千禧世纪谈在哪呢 在北京的西郊 在什么地方后面呢 就是现在这个要开 国家大会的 十九大的代表住的 金西宾馆的正后面 完全在那里 所以那地方是个 高明赶的地区 但是他们还能在那里 搞展览 说明这个是很官方的 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它经常去 有些巨大的命题 比方说选择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设计 那我记得我们选过 这个像红旗渠 或者是金航大运河 长城 像这样的一些大题目 那些都已经是 历史文物了 作为一个国家项目 也选择这个比例的 那么近年以来 他们也就是努力的 选择更多的一些产品 这个委员会 是从全国调过来的 我在这里面 大概当过三四年 四五年的这个评委 那么这些年可能换了一些年轻一点的 因为有些多媒体啊 等等还有一些比较现代概念的 这样的作品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那去的也都是我这一代的搞设计的 像柳关忠老师啊 像这么一些人 王明老师啊 所以到那里基本上 我们设计教育界的一些老航尊 都在里面能够看见 这一届的会呢 已经开完了 那这个礼拜 北京设计周就开完了 北京设计周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在北京很多的城市 的很多地点 同时举行 去年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他是有22个地点 我大概只看了五个地点 那今年呢 恐怕更加厉害 今天据说有30多个地点 包括各个学校 各个博物馆 各个画廊 同时举办 都做他的分会场 在七九八 还有很大一片 所以呢要看完 这个展览周呢 就有问题 一般来说 展览周的规模搞得太大 其实是不利的 因为大家看不完 看不完就没有一个 完整的印象 我不知道 能不能劝说这个委员会 明年像日本的这种 GOODY展展那样 能够把它办得小而精 这就是对于 现在展览的一个期待 好的